大家好 这一期跟大家分享韭菜 看上我们家的韭菜长势非常旺盛 像这种长势不用给它适用任何肥料 直接可以栽来吃了 因为这种韭菜我们越勤快栽 它就长势越旺盛 看上就使用这种方法给它割掉 割得平平的根部 再后去它就会从根部长出来 那么割完韭菜之后 割完之后接下来就是给它施肥 我们施肥最常用到的就是这种有机肥 羊粪 羊粪肥力温和肥效其久 它是经过风干腐熟好的 就算我们直接给它撒到地面上 也不会引起烧根烧苗这种方法 但是直接撒进去释放的养分比较慢 那么我们使用一种短效肥来试试 就是准备一些清水 然后把羊粪把它撒进去 再给它兑入一点这种EM原路 这种原路它所含的有一活菌非常充足 有光合菌 酵母菌 放射菌 等等 主要它是一种微生物菌 在微生物的作用上就会快速的分解出 羊粪里面的营养物质 还有就是可以有效的改良土壤 使土壤里面的有机质多了 就会使土壤疏松透气 不会出现板结才有利于根式 生长的好发达 然后它冒出的新芽也比较粗 一比一千的比例 像我这个水就2000毫升清水 像这种粪肥水营养非常丰富 我们直接给它浇灌就可以了 好了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韭菜 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